HELLO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直播的時間有點晚 因為今天是加班來安裝這台雪鐵龍的C2 這台車我好像沒有在粉絲團上直播過 所以今天剛好有一個空檔來安裝這台 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這台算是一個軸距很短的小鋼炮 所以它的底盤本質已經算是相當不錯 原來車主也已經有升級了其他改裝的避震器 可能使用的時間有點久 所以今天就來胎換成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前面還有一邊還在施工當中 那本來拆下來的也是一樣是同身可調的避震器 所以它本來的設定前面是6公斤 後面的話是5公斤 那KT的版本前面的話彈簧是配置的比較長 是180長6公斤 後面的話是3公斤 所以後面的設定算是這台車比較挑剔的地方 那這台車的後面的軸重呢比較輕 所以後面的彈簧公斤數還有彈簧形式 還有彈簧的長度呢都攸關到這台C2呢 好不好做的重點 那它後面的懸吊系統算是一個扭力量的系統 後面的調整機構在這裡是坐在上方 那這條呢是3公斤的彈簧180長的 那後面的調整的Hiro Key是坐在上方 統身的話呢是在這裡 所以它的統身設計的行程呢是一個重點 統身的話呢KT的設定是做119mm 大概12公分左右 那它的阻尼調整機構呢是坐在統身的上方 哈囉阿翔好大俠好 所以它的統身呢 上方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設定呢是在調整後面的阻尼 就是後面的 如果車友的話呢要軟要硬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是左後方 你看這麼小的車呢 它的後面還是做碟煞 我們來看另外一邊 對啊還在加夜班耶 好這個這邊呢也是阻尼調整 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是專用的防塵套 它可以很密合的呢來套住後面的統身 剛剛有聽到一個卡榫的聲音 這就是後面的專用的防塵套 那後面的安裝的特別的技巧呢 其實就只有一個啦 就是不要把統身呢壓縮的太短 這個彈簧呢後面是180mm 那基本的安裝建議的話是壓縮到3-5mm 所以它剛好彈簧呢 不會左右搖晃 就是代表安裝OK的 那下方的話 彈簧下方呢 KT有附一個橡皮墊 所以這台車呢只有 上方是需要沿用 原廠的彈簧的上橡皮 其餘的話 KT就都有附了 那前面的設定呢比較特別 前面的話 它是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獨立式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它的小車設定 上部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的零件 那因為這台車 理想數也有一點多 所以車友呢 就順便呢 買了新的上座零件 讓這一次一起來做汰換 這個是上座的一個墊片 那上座的下方 有一個這台車專用的上座 還有一個軸承 所以這一次換避震器的時候呢 有一併把它更新 所以這個是KT的上方 那阻尼調整KT比較簡單 就直接在前面上座呢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所以如果這台車的車友呢 如果有要換避震器的話 不論是換原廠的 或者是改裝的 如果里程數有一點多的時候呢 建議在安裝避震器的時候呢 前面的上座 橡皮還有軸承呢 就建議一併更新 才不用下次 如果遇到壞掉的時候 又得要再拆一遍 所以這個是KT的前面部分 那前面的話 是配置了180長 這個是6公斤的彈滑 6公斤 這裡有一些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架是在後方 在後方 這些的話都是跟原廠固定的位置一樣的 那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也都是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在KT的用料部分的話 像是裡面的主尼友 我們所使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的IP的主尼友 廠商的話 也剛好在線上 這個是義大利一整桶 進口的IP的主尼友 那油封的話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日本 NOK的油封 所以用料的話 其實都相當的不錯 那前面的話 它是要沿用原廠商做 所以安裝的時候呢 建議其實呢 這個彈滑的壓縮率呢 一樣壓3-5mm 不是3-5公分喔 3mm才這麼一點點而已 所以壓縮到彈滑 它剛剛不會晃動就OK了 但現在我轉彈滑的話 其實很輕鬆就可以轉動 因為這台車的 它的軸程呢 是在這個彈滑的上方 它原廠的軸程是設計在這裡 所以可以輕易的轉動這個彈滑 前面的話 如果車高設定好之後呢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呢 要順時針把它旋緊 旋緊之後呢 建議啦 一定要稍微敲一下 讓它的不會送脫 因為前面這個是賣花層 跟後面的作動是不一樣的 前面它不只要負責上下的吸震 還要負責轉向時候的旋轉 所以這個托盤呢 容易送脫掉 在安裝好之後呢 記得一定要把它鎖緊 才不會有異音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吸吐 或者是一般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在安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像是前面有一些耗材 像這個離載串的話 其實它已經 方程套已經破損了 這個就會建議一起來做汰換 但是現在時間比較晚 也沒有材料行 像我們這麼拍照 做到那麼晚 所以這個呢 會建議車主呢 下一次保養的時候 再請保養廠一起幫車友的話 來做汰換 這個是前面的懸吊 C2前面的懸吊系統 那現在呢 我們再把阻尼棒把它懸上去了 前面的話 會先建議大概先調個大概15段 這個就是我們左腹的調整鈕 那這裡下方呢 會有一個黑色的 這樣看得到 黑色的機構 這個是防水塞 因為內部機構的話 有可能會有積水的狀況 就會影響到桶生的壽命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有附了一個防水塞 防水塞塞進去之後 這個調整桿呢 再放到底部 就可以做阻尼的旋轉 順時針的話 它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KT的話 不論是道路板 競技板 一共呢 都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所以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呢 來做調整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一個阻尼的調整 它有一段一段的格數 一共有30段的格數呢 可以隨著車主的需求呢 來做調整 正常呢 C2其實是不用拆這個 這個隔板的 但是因為剛剛原來的避震器 要拆下來的時候呢 螺絲卡住了 所以不得已要做破壞 所以才需要拆裝這個 所以今天安裝的時候 也稍微比較耗時一點點 就是這邊 右前方呢 原來的螺絲狀 螺帽狀況不是很好 所以處理那一顆螺帽 所以才需要拆掉這個 試蓋 所以一般來說 C2的安裝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這台車也不難拆裝 最主要的重點呢 就是需要把它原廠的 上座零件拆下來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原廠拆下來的東西好了 原來拆下來的也是改裝避震器 所以原廠的話呢 是需要沿用的部分呢 就是這一個機構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這個算是一個上座的橡皮 他用久的時候呢 就會裂化 會變形 所以這個上座呢 也是一個消耗品 那上座的下方 下方 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軸層 在這裡面 這個軸層呢 這個地方比較清楚 這個軸層呢 也是消耗品 所以會建議呢 里程數如果有一點多呢 那這個軸層壞掉的時候 有什麼狀況 就是當在轉向的時候 會有異音 所以轉向有異音呢 會建議要查看看 BGC上座的這個下方的軸層 那基本上這個 絕鐵龍PSA的零件 這個上座的軸層 其實還蠻耐用的 因為這個軸層 在Pachio 206 也是用這個規格 那它的損壞的狀況的話 其實可以撐的里程數 應該都有辦法超過 大概八萬十萬公里 那原本拆下來的行程呢 做的比較短 那後面的彈簧呢 配置的公斤數也比較高 所以相對的KT這一套的 道路版的避震器 在基礎的設定上呢 是做的稍微比較舒適一點點 那這台車前面其實還蠻好設定的 最主要的設定呢 還是在後軸的彈簧 還有阻尼的設定上 會比較有學問一些 前面這邊也安裝好了 前面這邊也安裝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 這個剛剛在另外左前方還沒安裝 離載串 這就是右前方 它把離載串鎖上去的狀況 那這裡有一些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的話 這些都是這台車呢 所專用的規格 這台軸距短 所以跑起山路來的話 算是還相當的犀利啦 它的另外一款也是很經典的 就是Sasso 到現在呢 都還有很多的車手呢 用Sasso來 譬如說爬山賽 或者是金卡納 因為它的軸距短 所以基本的 短軸距犀利的操控 就在這些特殊的道路上 能夠凸顯出來 OK 以上是今天 學鐵龍C2的 安裝介紹 如果呢 剛好 車友也是開這台車的話 很歡迎看看 或者是說 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詢問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也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工廠裡面的話 或者是我們北區的經銷 中區的經銷 都有試乘車可以提供給大家試乘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 晚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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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